好 OK 我們聽完了這個曲盤 播放的音樂 得掉了 這應該跟大家平常的那種 聽音樂的那種慣性 有很大的不一樣 對不對 我想聽音樂是一個很主觀的一件事情 每一個人聽什麼樣的音樂 他的感受度都不太一樣 對對對對 那這麼早的音樂對現代的人來說 他的聽覺習慣可能我想 會有很大的落差 但是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我們就把它當成是一種 很有趣的一個事情來回溯 用音樂的角度去回溯 我們整個社會 或是整個歷史它的演變的過程 那我覺得有用這樣子的角度 在看待音樂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它就變得有趣很多 很多事情比較可以接受 不是這樣 其實就是 我覺得每一個時代的聽覺 欣賞的角度也不一樣 對 那可是我覺得說 我們如果站在現代去回溯 去聽聽那個時代的聲音 我覺得我們用一種欣賞 就是說去體驗 為什麼那時代的聲音 跟這個時代的聲音 它的差異性在哪裡 我有個題外話 依我們現在我們成長的背景來講 其實我們接聽到收聽到這些聲音的這種 這些載體也好 或是播放的這種方式也好 它其實都已經是很漂亮的了 對不對 我們聽過我們走過都是卡帶也好 黑膠 再來到CD 聲音音質越來越銳利 越來越漂亮 甚至我們當年也知道說 到最近開始 黑膠這種比較溫潤的這種音色 又重新讓大家又得到了一種注釋 是的 可是你是一位取盤的收藏家 你手上收到的這些資料 應該就像我們剛才放給大家聽的這些 很古早的百年前的聲音一樣 這些聲音怎麼會引起你的興趣 這是我一個很疑惑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它畢竟是我們的未知的 就是一個未知的聲音 就是說我們現在聽到的聲音 跟我後來會想要跌入 會跌入這個世界是因為 當我們第一次聽到這些聲音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讓你引起一個興趣 就是說你會很想要去追溯 它背後的故事 甚至它是我們的文化 那這些消失的東西 你會覺得說 它其實好像你透過音樂 透過這些曲盤 你可好像在讀一本有聲書 那它可能比我小時候 接觸到的一些文化歷史 還要更有趣 因為它是音樂 所以你就會很輕鬆的去想要去了解它 那我覺得聽音樂很簡單就是說 你如果越了解它的一些背後的故事 你對這首歌會越有深刻的感受 還有不一樣的體驗 而且接收度也會比較高對不對 對會有不一樣的體驗 所以就像我常常跟人家講說 一首歌在每一個在一百個人的身上會有一百個故事 那感受也會有一百個感受 所以我覺得像曲盤在收藏的過程裡面就很像在挖寶藏的感覺 每一首放下去的時候得到的那種開箱的那種喜悅 都不太一樣 對就是說我常常都把它變成是說我今天收到一張我沒有的 我就會把它想像成這個歌手會出一張新的專輯 那我又買到了這張新專輯 這個角度很厲害 對 因為 用現在的角度去探索以前人家發專輯的進度這個蠻有趣的 對只是說就變成說你聽的是CD 那我聽的是蟲膠或者是黑膠這樣子的概念 可是我覺得我們一樣都是在聽音樂 那可是只是說播放的載體不一樣 那我會更想要了解那種每一張唱片的故事的一些文化背景 對 所以其實音樂它其實它的內容當然是很吸引人 可是它背後如果能夠挖掘出它更多的這種故事 跟它的相關的背景跟文化的這個脈絡 我覺得這應該是它讓人家覺得那個底蘊更深厚的一個原因 對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在音樂發展的過程 其實不過就大概一百多年 對 它其實沒有很長 是 那您收藏的這些燦盤也好 或是留聲機也好 那本身就是非常接近在音樂剛開始可以被記錄下來的那個年代 是的 那可不可以請你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留聲機我們都知道它是最 就是最早可以把聲音這個東西把它記載下來的一個工具 對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 是誰發明它的 其實留聲機其實是那個愛迪森發明的 愛迪森不是發明電燈而已 其實愛迪森 我記得那是我們小時候好像就是都知道愛迪森發明電燈 對 可是好像沒有談到留聲機 對 可是其實我們知道是愛迪森他是一個發明大王 所以他發明了他在1877年的時候 對 他就把這個留聲機發明出來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他是把那個聲音給記載 就是說他可以把聲音給重新記載在裡面 他是怎麼樣去記載這些聲音 他是用那個蠟筒 用蠟筒 對 用蠟筒去把它做一個深波 去把它刻錄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唱片跟我們現在的唱片好像就會是不一樣 不一樣嗎 哪邊不一樣 他長什麼樣 愛迪森那時候他發明的那種蠟筒 他其實是有點像是我們在喝的酥泡有沒有 那種鋁箔罐有沒有 就一個罐子這樣子 對 是不是就像那個廁所在用那個卷筒衛生紙裡面那個筒子 對 你再拉那個紙有沒有 他就一直在那邊滾有沒有 那他就是把那個聲音刻錄在那個卷筒上面 所以最早的唱片其實長的就是跟那根管子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他就是變成說他把聲音刻錄在那個管子 就是這樣子滾動的時候 他會把那個聲音給讀取出來 對 那最早這些滾筒式的唱片 他當時給開發出來的時候 他的內容都放些都錄些什麼東西 愛迪森他們都錄些什麼 因為在當時候那個聲音是非常的珍貴 那愛迪森他們那時候觀念會認為 劉聲機是一種科技產品 那音樂是一種藝術 所以在當時候他們會認為 錄這些音樂一定要錄一些所謂的古典音樂 或是一些聲樂家 所以比較重要的聲音他會被記錄下來這樣 對 因為他們認為 那麼Modern的一個科技 Fation的科技的話 一定要跟這些藝術是結合在一起的 是 所以我們是不是 讓大家來聽一下 最早的滾筒式的聲音 他到底都錄些什麼內容 我們找一些資料讓大家來聽聽看好不好 好 放個兩段來聽聽看好了 好 好 小聲音樂 作曲 字幕 李宗盛 这种滚筒式的唱片 它的内容其实很有趣 它可能会念一些 它觉得很重要的文字 还是说它录一些 您说比较重要的 像歌剧 交响乐的这些内容 那时候的音乐内容 因为当时候可以去歌剧院 听音乐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 经济上比较自由的人 所以他们认为听音乐 是一种很神圣的 一种很高尚的一种享受 我找到资料 它说爱迪生 他最早在美国纽泽西的实验室 他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的时候 也曾经录自己童谣 那是他用念的 对他用念的 他就是说他自己念一念 他去再把它回溯来放 看是不是真的可以把 他刚刚念的那个声纹 歌读进去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是的 这么久以前的东西到现在 其实你说 这个童谣的旋律 我想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印象 对 那首童谣应该是叫做 Mary had a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little lamb Mary had a little lamb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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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时候是用念的 他又不是跟你一样 是歌手 他是发明家 我是歌手 所以他只能用念的 对 了解了解 所以这最早的唱片 你说他像卫生纸的卷筒这样 对 可是我记得我看过后来 比较后期一点点 刚刚刚才也差不多 人家跟我讲说 最古老的唱片 它不是滚筒式的 它是一片一片跟披萨一样的 对 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黑胶唱片的那个感觉这样 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唱片 那个是柏尼娜 后来就是说改良过的 OK 改良过的 爱迪生当时候是滚筒 那后来就是隔了两年后 就是德国的一个发明家叫柏尼娜 他又把它改良成平盘式的 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圆盘的 了解 那我们等一下来第三段的时间 再跟大家好好地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的虫交唱片 好吧 OK OK